好了,下一套,不如先吃點蛋吧,肉脂吧 先吃肉脂吧,肉脂吧 畢竟是京都出品,不過這次是比較順暢 叫做日常向少少,肉脂市場就 京都一向都出日常回的 平心而言這套,其實我覺得是OK,沒問題的 因為劇本很完整,有主線,有劇情,有人物 算不算有主線呢? 有,雞去找皇后,找沒有消息,然後占卜局過來 占卜局過來,又沒有通知了,我們找到一個疑似候選人 然後再叫皇子過來看 其實是奇怪,為何聞到朕眉就覺得他是皇妃呢? 不要理會外國人選皇妃的習俗 你不可以質疑別人的傳統部落的習俗 我先質疑你的醜國 你不要理會他 最後,看完鑑定的時候,這個皇妃不合格 那就結束了 也算有故事 和我可以的故事基準真的非常低 你對比花之良 他真的有劇情 花之良不同 花之良是每一個每一個有一個散的故事 因為他是類似短故事來合成 每一集,他都有三個不同的故事 但坦白說,其實他是一個長故事落 但大家又有沒有覺得,除了這套故事平淡之餘 當然是散了一點 他要描述太多的路人角色 他妹妹,同學都要描述太多的 其實我覺得這樣是建立了整個玉子市場 你當是環境的生態系統 你會看到整個生態系統 每一個人,就算是路人 買薯餅、外婆都很有角色形象 他想記得整個很溫情的社區環境 其實他的主線想說什麼 其實我真的想不明白 他坦白說,其實他整個主線是想說 他又不是買女主角角色 但他又說很多sid track 但我又不太明白 他是不是只是買市場的人脈 溫馨,只是買這件事 我覺得他好像又描繪得不夠深 所以我覺得這些小品色的 又不是很看重主線的 他只不過說有一條是 開頭帶了一些劇情出來 然後還沒收到就算了 其實中間那些 你不會看到什麼關係的 找黃飛那些 中間哪有說過 或者可能以一隻雞的視線 來看回整個玉子市場的情況 但其實有兩集我覺得 挺有心思的 一集就是阿玉子的父母 追媽媽的時候 追媽媽的時候 那一集 你看回他拿著結他之餘 彈的時候 唱歌那裡 不要理會那些音不合 但他回想回他之前的愛情故事 那一段他做得不錯 然後陷入他對他兩個女兒的親情關係 這個我覺得拉得不錯 還有最後那隻雞說 不想令到阿玉子傷心 而翹然離開 而走回那一堆花之後 雖然大家不要想那個故事 他走回那一堆花之後 其實都沒有意思 他都不會花回去 他本來是一堆花 我知道 但那一堆花不會運回去 如果大家想到 那一集有一個作用 其實是解釋 他女主角經常都撐著那首歌 那首歌 即背後的解放迷 但那首歌是完全撐到完全走勢 他都說他五一不全 總之 人家是揮棒部 不是唱歌部 我覺得你又 唱歌那麼厲害 已經去唱歌部 對不對 其實我都覺得 最後那一集是最好 我覺得最好是 那隻雞回去 突然撐回那箱子 又回頭 當然 你不要理會 他那些除冊播放系統 那隻雞 那隻雞 其實這不是雞 我很質疑 他來搞完事之後 要走路 第一次那隻雞出現 是找王菲 這不是他的要求 是王子命令 但第二次回來 他真的陪著玉子 他沒有其他東西 就是 那你當是一個 被人炒了 他已經被王子炒了 他罷工逃出你 你沒有用的 你回去吧 不是 他臨有的 他就播放了 立即說 那個王子的徐蟲 要他回去南島 其實主線來說 我又覺得散了一點 但如果你說一個只是單從看故事來說 那他都算合格的 又不會太差 又不會太離婚 其實看這套 我就不會要求看劇情 散不散戀 不過我可以一集一集看 無可否認 這套 如果對比京都之前的作品 是比較悶 大家會否接受到 京都之前的作品 比較多話題性 但這套 例如說 K-On那些 你都說有賣點 譬如說音樂 這套 演奏 演奏 但這套 它的賣點在哪裏呢 我很質疑 我都會說一件事 因為以前 你看到K-On也好 以前那些 它是有一種 感覺是一種 目的 或者是一個 終二病 類似 有一個 終二病 類似 但這次 好像是一個 有一點 但又不是說得很集中 還有賣溫情 始終感覺上 怎麼說 好像拿捏不到 很深的感覺 始終好像很淡淡然 你這樣就變得很難 有一種 很深刻的 記得哪個劇情 很感動 有個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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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你這樣說 親情一個部分 他不是全國 他什麼都有 但又什麼都不有心 就是這樣 有這種感覺 還有 最大的問題是 起初我們還以為 會不會賣 Tamago 和對面太子爺的愛情 但又 倒下不倒下 但又沒有什麼描繪 你感覺好像 本來想看這條線 又沒有了 生賴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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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你會看到有些妒忌心 但他又沒有產生到他和玉子那種妒忌 那又覺得奇怪了 如果他真的很喜歡阿摩斯捉 又是令人感到奇怪 通常不會 通常那兩個人有些介體 通常買出來都會說 沒有的 又是比較奇怪 如果你說搶一的話 是朋友來的嘛 要分享 施比索這麼有福 你是不是啊 叫你分他老婆出來 分又買一套老婆出來 行不行 從你細是假的 真的沒可能的嘛 那這部3DS一分為二 很簡單的 這個 沒有啊 把卡備回耳機 你們都沒有說 是啊 但是我之前看到RG 已經有人叫玉子之常之餘 很多人拿著那隻雞的 那個公務公仔出現 我看到有兩三隻 如果你說角色素造來講 這套是有些特別的地方 始終他插了那隻雞 或者其他東西 這個作為Cosplay 道具那些就OK了 我覺得隻雞變了重點 不知道為什麼 即是Coset變了隻雞 類似吉祥物的角色 所以為什麼他都站在一個神竅上 不是啊 肥嘟嘟嘟你做Cousin也可以嘛 可以抱抱抱 那也是啊 所以看 都是角色成功的 不過故事可以更深一點 難得京都肯定有一個原創劇本 又不是太差的 你知道銅桂有很多好東西差的 那這就算了 大家應該 但是比起這套 最後說 比起這套 我對他下一季那套 什麼游泳那套 那個爆點是更加高的 我覺得 那套應該是賣婦女的啦 對呀 要死 不會死呀 婦女 這個世界 要向婦的啊 你們多開心 好 如果沒什麼補充的話 就不如下一集吧 好